大家好,女神节分享一个桂花糕的做法 口感清甜,超级适合春天 这里不需要厨房秤 只要记住粘米粉和糯米粉的比例是3比1 再加入半勺的糖粉,给它们搅拌均匀 缓慢地加入冷水 边倒边搅拌 尽量把它拌匀 然后开始下手搓 把所有的粉都搓到 最终搓成那种湿粉的状态 用手可以钻成团 但是打开一口还是粉的状态 接下来再准备两勺粘米粉 加入一些紫薯粉 再加入一勺糖桂花把它搅拌均匀 同样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 紫色桂花的部分就做好了 接下来依次将粉类过筛 过粉是一个细致活 这一步能让做好的桂花糕非常的细腻 过完白色的部分 再将紫色的部分也不摔一遍 一大勺粘米粉放入模具中 然后尽量用刮板铺平 再撒上一层紫薯粉 再次刮平 最后继续撒上粘米粉的部分 刮平 轻轻地压一下 注意不要压太刺势 不然的话会蒸不透 表面撒上一层甘桂花 再用刮刀轻轻地给它分割开 这样蒸好了以后就更容易脱开模具了 压成这样的方格 现在咱们的桂花糕就可以上锅蒸制了 直接放入蒸箱 蒸25分钟 时间到咱们打开看一下 哇 浓浓的桂花香味 而且脱模也非常的方便 一款非常中式的糕点 特别适合春天和小姐妹的下午茶 每一块都是这种松松软软的 打开以后里面是非常漂亮的紫色 感兴趣的快试试吧 再继续